这一节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那就是用户登录 由于我们的用户登录和我们的用户注册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页面 JS一直啃出来 很多都是差不多都是类似 也是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就来做一个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 做用户登录分为了这几步 第一个我们需要在小程序端 对页面进行编写 那么页面的编写也是比较简单 可以直接把之前的用户注册 拿过来复制过来 对里面的一些空间的名称 或者说是一些 其他相关的函数的名称 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 那么下一个 我们编写完前端之后 需要去在后端对我们的Spring Boot 添加一个新的接口 就是用于登录的 那么添加完这样的一个Ctrl之后 需要去进建一个Service 那么我们的Service 就是一个查询的一个方法 去根据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去查询我们的这个用户 是否是存在的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去做查询之前 那么这个密码还是一样 先要进行加密 我们是使用新的一个加密过后的密码 去查询我们的用户 另外在这些全部都编写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Swag2的配置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Restful 这样的一个API给开放出来 然后让我们的前端人员去看一下 对吧 那么这样的配置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试着写一下 做一个练习 那么最后 在这些全部都写完之后 我们需要在小程序端去登录 需要去编写一个登录的JS 然后和我们的后端进行一个连条 那么这一块登录的JS 和我们注册的JS 其实也是类似 那么写完之后 连条完毕之后 那么我们整个用户登录的这一块 我们就编写完毕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块作业 然后在下一节 那么老师会直接针对现有的 以及去写好的一段代码去进行一个讲解